當播籃球快訊 星期五早早NBA常規賽繼續進行 直播屆時將會有托方者主場對陣籃網的對決 籃網已經連續輸給胡仁和帝王 隊內核心杜蘭特都公開表示陣容班底差 籃網這次凍過水 經過轉會期的操作之後 本賽季托方者原本並沒有被寄予厚望 甚至連打季後賽都未必能夠實現 但是事實上他們現在竟然是西岸的領頭羊 其中利拿特、謝拉米格蘭同意 史蒙斯穩定而高效的發揮是球隊獲勝的法寶 他們三人都有軍場得分20家的表現 而內線紐基就有軍場兩雙的發揮 在他們的帶領下 托方者兩次取得至少三場的連勝 最近五場比賽除了對陣獨行俠一戰外 其他比賽全勝 就連同獨行俠交鋒都只是失敗 無可否認 托方者無論進攻還是防守效率 都並不是聯盟頂級行列 但他們攻防體系運轉良好 攻守平衡的他們今舖主場勢必擊退軍心不穩的藍網 陣容方面後衛二 披頓和中鋒奧 沙瓦都因雙眷勤 藍網在換歲之後經歷了短暫的甜蜜期 球隊戰績呈現出上升勢頭 隊內核心杜蘭特都表示專注在球場上 屏蔽外界困擾 不過在積累了一定長次比賽之後 藍網的問題都逐漸浮現出來 藍網先是不敵缺小勒邦暫視的胡人 隨後對陣帝王又刷新了隊史最高失分紀錄 兩年敗後就連杜蘭特都忍誤住發牢騷 直言藍網這種陣容怎樣能夠打出理想成績 其實杜蘭特今季發揮一直相當全面而且高效 得分能力依然令防守他的球員感到無解 不過藍球畢竟是團隊運動 缺少被內部禁賽的棋 艾榮 而且賓史蒙斯的表現都令人失望 只靠超巨丹核大隊當然不是長久之計 一旦道蘭特效率下滑 藍網就沒有了穩定的得分點 這次面對西岸領跑的托方者 藍網難有勝機 陣容方面還有前鋒字 J 和倫相決 看場MBA 都只需是15元 這麼划算 還等什麼呢 立即下載我們的APP We are a part of the部邊 原來有事 一旦二二二三 兩三 二三 五大